你17岁时有多高? 视频中这个年仅17岁的男孩身高就达到2米 然而让人奇怪的是 他的父母并不高 去医院检查也并不设拒人证 那他究竟是怎么长这么高的呢? 大家好,我是怪哥 视频中的男人叫赵亮 1982年出生在河南一个普通家庭中 本就老来得子的赵大爷更是开心 并且赵亮看上去 与其他的小孩也并无两样 甚至体质可能还比其他小孩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赵亮从小就很会吃 别的小孩吃东西都要靠哄 但是赵亮一餐甚至能吃十几碗 这当父母的看了肯定是很开心的 但是随着时间 长大的赵亮也显示出了与其他小孩的不同 在小学时赵亮就已经有了将近1米6 起初他的父母也只是觉得 是不是吃太多了 所以就开始控制他的食量 甚至还觉得男孩长得高还挺好 说不定啊 以后还好找对象 但是这才小学就想找对象 是不是还太早了点 随后到了初中 赵亮竟更是直接长到2米 这也是把周围的邻居都吓坏了 赵亮的母亲也都忍不住吐槽 是不是偷偷吃生长剂了 因为与同龄人的差异啊 在学校的赵亮经常会被同学用异样的眼光看待 甚至他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因此在同学间他也显得格格不入 没过多久 赵亮因为受不了学校的生活 导致成绩也直线下滑 为了不想再受到别人异样的眼光 赵亮选择了辍学 辍学后的赵亮天天都待在家里 回到家后的赵亮依旧闷闷不乐 同龄人不跟他玩 在家也学不到知识 在外也赚不到钱 那段时间他几乎差点得上了抑郁症 父母看着这样下去可不行 还得好好开导开导 就在这时 赵亮遇到了他人生中的一个贵人 因为他突出的身高 引起了蒲养师体校老师的注意 就将他推荐到了省体校的篮球队 赵老夫妇也是非常赞成 毕竟身高摆在这儿 打篮球肯定是个好的出路 说不定自己家还能出个第二个姚名呢 刚好赵亮对篮球也很感兴趣 马上赵亮就参加了 进入篮球队的体测和面试 各种检查和测试都显示身体非常健康 并且优点也很突出 2米36的赵亮站在篮球框面前 高大的篮球框在他的衬托下 更像是个迷你版 有这样的优势 篮球队当然得赶快收入麾下 在这之后 很快赵亮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 也马上展现出了在篮球方面的天赋 就在所有人都兴奋不已的时候 他的命运又再次迎来了一个 180度的大转弯 也可能就是传说的天度英才嘛 在一次的训练中 赵亮不慎受了点小伤 本来也没有太过于在意 可是自从这一天之后 赵亮就每次都时不时地感到头晕 犯恶心 身体还老是觉得没劲儿 无奈之下 赵亮只好提前退役 再次回到家中 继续家里待着 可能又有人会说了 那回去了也可以帮忙干农活啊 赵亮本来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事实 根本没法干 身高将近三米的赵亮 想要厨地 根本找不到那么长的厨头 要想割麦子 腰还弯不下去 这下他唯一能做的 也只有不用梯子就能换灯泡了 然而 事情还不止这样 因为家境本就不好 家里一开始 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所以一直没有去检查 但是 渐渐地照亮的身体 一天不如一天 从只是头晕 转变成了剧烈的头痛 平常就算睡一天 都还是觉得睡不饱 稍微动一下 身体也经常感觉没劲儿 只能躺着 这会儿 终于来了个见多识广的邻居 来提了一句 你们这孩子的身高 真挺不正常的呀 不会是得了什么巨人症吧 说到巨人 这世界上有两种 一种是自然生长 就例如姚明 他父亲姚志源 身高2米08 曾经也是上海篮球队的中锋 母亲方凤蒂 过去也是国家女篮的中锋 身高1米89 在这样优良的基因下 除了一个清楚玉篮 胜玉篮的2米26的姚明 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而第二种巨人 则是病理性的 上生物课时 老师也讲过 人之所以会长高 就是因为 人年轻的时候 脑垂体会分泌一种 生长激素 来刺激人体骨骼 软骨细胞的分裂 从而促使人们长高 但如果 生长激素分泌过多 人就会出现 不正常的疯涨 而且 还会带来很多的后遗症 例如 呼吸困难和恶性肿瘤等 那这身高不正常的照亮 会是巨人症吗 这一下 可给赵氏夫妇给吓坏了 连忙带着照亮 去了县医院 做完了一系列的检查 医生表示 一切指标都正常 不是所谓的巨人症 这下一家子 也算是松了一半气 为什么是一半呢 因为虽然不是巨人症 但是 照亮的头痛 依旧没有好 甚至还更加严重的 有时还会 间接性失明 这可把家里人吓坏了 连忙凑钱 把照亮 带到了北京的大医院 一到医院 医生首先是被这身高 吓了一跳 紧接着 看到他走路的姿势 医生一眼就看出 这肯定是脑子里出现了问题 马上就带照亮 去做了脑部的检查 要不说是大医院呢 经过初步检查 确认了医生的判断 在照亮的脑子里 的确长了个 4.5厘米的 巨型垂体肿瘤 这个肿瘤的周围 不仅包满了血管 还侵占了大脑海绵斗的位置 所以才会导致了出现 头痛和失明的症状 而它之所以会长这么高 也是因为这个肿瘤 刚好长在了脑垂体旁 才会刺激脑垂体 分泌过多的生长激素 渐渐的导致产生了 另一种巨人症 并且 如果再不进行开颅手术 这个瘤子 就会要了照亮的命 但是 新的问题又来了 正常人的颅骨是1厘米 而照亮却是正常人的3倍 这普通的电钻 都还很难钻开 而且医院还是第一次 给这么大个子的人做手术 这得打多少麻醉剂 医生也是拿不准 但是 这手术是不得不做呀 做好一些准备后 手术也终于开始了 平常人只需要 三四个小时的手术 在照亮身上 是足足花了十个小时 好在这场手术 也安全的结束了 术后 照亮也恢复的很好 术后的第三天 就能自己吃饭了 身高也没有再长高 总的来说 照亮还是幸运的 虽然在很多人眼里 长得高可能是一种优势 但类似巨人症的患者 他们的一生并不好过 而且在他们的眼中 人们好奇的眼神 可能是对他们的 另一种伤害 今天的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对这件事 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第4个人 权监陀